和几个同事聚餐 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叫我女友的名字 柳如烟 反正你也没男朋友 我弟还配不上你 听到那人这么说 我的心放了下来 应该只是同名同姓 正想发消息告诉他这个奇遇 就听到了柳如烟熟悉的声音 带着点笑说 呸 隔壁的气氛瞬间热闹起来 我的心却沉入谷底 我跑去厕所打电话给柳如烟 被挂断了三次 他微信发来了一个问号 你在干什么 我好像生病了 你能来公司陪我去医院吗 大概是心存侥幸 给他发这句话的时候 我手心都冒出了汗 在做实验 导师今晚就要数据 让你同事陪你去 我晚点去看你 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 手微微颤抖着打下了 能打个电话吗 难受 那边沉默了很久 电话响起 柳如烟的声音从厕所门外 和电流中一起传来 我强忍着颤抖 尽量让语调保持正常 还是故作轻松的笑意 直到有个女生跑来喊他 他才匆匆挂了电话 看着镜子里挫败的自己 我突然想起以前 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一个女人如果从来没有嗅过恩爱 那她一定是觉得 自己的男朋友拿不出手 当时我还拿着手机 给柳如烟看 抱着她笑网友肤浅 现在想来 傻的还是我自己 和柳如烟在一起四年 她从来没带我 见过她的同学朋友 我问她的时候 她只轻描淡写地扫了我一眼 说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为什么要见其他人 柳如烟是那种 有掌控人气场的女生 被她这么一说 我瞬间就觉得 自己很无理取闹 再也没敢提过 她是top级高校出了名的女学霸 我是她隔壁街 不知名一本院校的笨蛋男生 门门成绩低分挑过 多一分都是靠老师努力 没认识她之前 因为长得帅气 家里小康 我从来没自卑过 喜欢她以后 我就变了 变得小心翼翼 唯命是从 在洗手台前好一会 整理好表情 我又回了包间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得先回去休息了 过两天我来请大家吃饭吧 同事们纷纷关心我 一直叮嘱我路上小心 路过柳如烟包间的时候 我把头埋得很低 生怕他们有人开门看到我 明明应该害怕的 是说了谎的柳如烟才对 意识到自己有多没出息以后 我脸色又白了几分 到家以后 我连灯都没开 就摸索着坐在沙发上 开始翻手机 试图找到一点点柳如烟 在意我的证据 没有轮回的消息 几乎永远被挂断的电话 生日的转账 连祝福都没有 我开始有点佩服我自己 就这样这四年来 我居然还认为 她只是性格天生冷淡 但还是喜欢我的 伤心大概是一件 很好体力的事 凝凝呼呼间我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感到额头被摸了一下 我醒了 睁开眼便看到柳如烟 帮我盖被子 温柔的神情让我心跳加速 醒了怎么不上床睡 柳如烟低头看着我 撇了撇嘴 带着稍续酒气 明明才发现 她其实并不怎么喜欢我 现在却又立马掉进温柔的陷阱 我眼睛酸酸的 低着头不看她 轻轻应了一声 生气了 再好好证明自己是如何爱她 我是她最好的选择 可现在我难得赌气 拧着唇没有吭声 不可否认 我再偷偷地期待着她 也能哄一哄我 我想只要她现在哄我了 那今天我听到的 想到的所有事都翻篇 我那么喜欢她 我可以一直装傻的 不过柳如烟没有 她直起身子 颇有些不耐地揉了揉眼眶 语调带着些许疲倦 足里有事 走不开 我也是现在才结束 但我还是拒绝了她 你别闹了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她 情绪崩得很紧 几乎快要克制不住质问她 妄图能歇斯底里和她吵一架 可心颤抖得这么厉害 我害怕极了 我知道如果说出来 我和柳如烟就完了 手紧紧握住背脚 我轻轻抱起 没克制住情绪 率先低了头 闷闷回应 没有 我就是身体不舒服 对不起 你也累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柳如烟清了清我的脸颊 乖一点 我去洗澡 这么累你要先去洗吗 柳如烟拿着浴袍 正准备往浴室走 看我坐在床头 一动不动地发呆 企图安抚我的情绪 我摇头 句句不知道 这是宠溺还是敷衍 浴室流水声缓缓响起 我看着天花板 脑子空空的 关于不爱的想法一旦升起 便会越来越强烈 总有一天 我不能再粉饰太平 大概就会失去她了吧 今天周五 公司提前下班 我鬼使神差地跑去甜品店 买了些甜品 就往柳如烟学校去 路上我盯着手中的蛋糕 告诉自己 只是给她送好吃的而已 是我第一次来她学校 从前就算要来 也会打电话给她 她会出来站在校门口等我 我一次也没进去过 被拒绝的理由 听起来也很像那么回事 学校进出需要门禁卡 我不睡大的 进不去 把车停在校门口 愁出了一会 我长舒一口气 还是决定混进去 同学 我来找人 可以带我进去一下吗 我小跑上前 拦住一个正准备进去的女生 她身高也不低 差不多到我额头 看到正脸才惊觉 自己可能找错对象了 看起来很高冷的样子 应该不会同意 女生愣了一下 点点头 好 我有些意外 道谢以后跟在她身侧 被保安拦下的时候 她带着歉意的 和保安打了招呼 道歉 那是我男朋友 和我出去吃饭的 她忘带门禁卡了 等进了雷大我才知道 原来门口看起来 凶神恶煞的保安这么好说话 原来高不可攀的 雷大这么容易进 心里生起一股 密密麻麻的色意 你要去哪 认识路吗 女生带着我走 离保安的视线便问我 她看起来似乎很高冷 但言语间一听 就是家教很好的女孩子 陌生人的善意 和女友的冷对待 形成强烈的对比 刚刚被压下去的委屈 又冒出来 泛滥成灾 但我还是拒绝了她 没想再多麻烦别人 也不想让别人带着我出现 在柳如烟面前 将本来带给柳如烟的蛋糕 分出一个给那个女生 便道谢离开 边问过路的学生 边摸索 终于找到了 信殿学院的大楼 在楼管处 问了柳如烟导师的 实验室地址 我便赶过去 刚到门口 后面就传来一个女生声音 很像前两天 在饭店听到的那位 介绍自己弟弟 给柳如烟的同学 你找谁 她问 柳如烟 她回去洗澡了 你先进来等会吧 女生说道 因为是吃晚饭时间 实验室里只有灵星的几个人 正在电脑前忙活着 一个男生搬了个板凳 笑眯眯地坐在我面前 我叫纪博仪 你叫什么名字 是柳如烟哥哥吗 她问道 几个人手上动作都顿着 直直朝我看来 纪博仪表情更是僵硬 哥 你逗我吧 柳如烟哪来的男朋友 正巧实验室的门被打开 柳如烟他们几个人都回来了 站在门口 她身边站着一个 白皙瘦高的男孩子 看起来就一身书卷气 我以为她看到我在这里 会有一丝丝紧张 哪怕一丝丝呢 她没有 只是皱着眉 把不悦在眉头写得清清楚楚 语调偏了 你来干什么 给你送蛋糕 我低下了头 声音也低了 明明想问的是我不该来吗 可看到她以后 就没了和她争执 逆着她脾气的勇气 卑微到我都看不起我自己 不用 我送你出去 柳如烟瞟了一眼 我手中的蛋糕 朝我走来 纪博仪率先憋不住了 着急的声音都变尖锐了 柳如烟你什么意思啊 你有男朋友你不说 柳如烟眼神示意我过去 等我站到她旁边 她才开口 有没有还得跟你打个申请 说完就拉起我的手 朝外走 路过那个一次 是纪博仪弟弟的男生时 我看了她一眼 她也在看我 她的目光冷静 带着一种居高零下的审视 原来会读书的人 可以高人一等了 男朋友一般 她不仅审视她 还评价出来 看着柳如烟挑了挑眉 很有个性的样子 一股无名怒火 从心底腾起 我回头就要质问 她哪来的资格评价我 那大学生的教养又去哪里了 可惜柳如烟和我相处了四年 她又这么聪明 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意图 拉着我的手 带点力气一转 制止了我的行为 她只是轻飘飘扫了一眼 那个男生 什么话也没说 像默认似的离开 到了楼下 一路走到校门口 我们谁都没开口过 被羞辱和忽视的感觉 几乎要把我淹没 情绪在崩溃的边缘 反而更为冷静 你就这么让别人说我 我拧着眉头看她 胸口生腾起 无处释放的怒火 柳如烟舔了舔唇 她性格就这样 你理论不过她的 更难堪 话里话外都站在别人那边 我多想问一句 那你哪怕为了我说一句 关你什么事都不行吗 可我只是 木然地偏着头不看她 她憋着火气 紧抿着嘴 不想把场面闹僵 好好的来我学校干什么 我见不得人吗 我更委屈了 大声质问 即使这样 柳如烟依然冷了脸色 随你怎么想 说完她就头也不回地进去了 有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有些弄不明白 四月的风怎么这么冷 冷到骨子里 也快要把心都冷掉了 从那天以后 柳如烟已经四天没回来过 百明了在和我冷战 我还是没忍住 打电话过去 想和她道歉 但是道歉也不是我想就能有机会的 她微信不回 电话陆陆续续挂了几个 心情越来越压抑 像藏着一团火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开车到了大门口 坐在车里不断给她打电话 直到第七个 她终于接起来 什么事 我在你学校门口 能不能出来见一下 那天是我错 我不该那样说你 我不在学校 和导师去杭州开会了 柳如烟打断了我 声音淡淡的 好像没什么耐心听我道歉 那我去找你好不好 我想见见你 我想都没想就问了出来 我只知道现在必须要见到她 要和她和好 她冷落我的每一天 对我来说都很煎熬 随便你 柳如烟愣了一下 无可无不可地回答 尽管只是这样 却也叫我心情瞬间明朗起来 她这个态度肯定是软化了 挂了电话 我就连忙定最早去杭州的机票 然后回家收拾行李 急匆匆到机场给柳如烟发了航班消息 飞机落地 出了机场 我也显得很温柔 叫人心脏扑通的跳 她自然的挽着我的手 带着我乘车去酒店 你们都住着吗 我把身份证交给前台 顺口问了柳如烟 一句柳如烟玩着手机头都没抬 不在我们酒店 定在机大附近 瞬间一股气堵在胸口 我没在说话 直到拿了房卡进了房间 才问她那为什么不带我去那里呢 和他们凑一起 干什么你来找我同学的 柳如烟到了杯水 就没问我 好像我很无理取闹 她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我一瞬间就有些气短可笑的 是愣神的那一秒 我竟然觉得她说的有点道理 完全忘记 我们之前是因为什么冷战的 这是就这么 轻而易举的掀过柳如烟 带我去吃了火锅 送我回来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我便试图留下她及时一惊 可好了 但我还是不安心 便想证明些什么 可柳如烟居然拒绝了 还说什么导师 可能晚上会找她的 导师是什么工作狂吗 大晚上去她房间 找她谈实验 不成我没质问 因为柳如烟打了巴掌 又赏了个 早她她吻了吻 我的唇角回去再说好吗 可是我一个人很想 你我抱住她最后 试图挽留去还是呗 敷衍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她不愿意待在这黑暗里 我忍不住胡思乱想 是不是那个男生在等她还是 不想让那个男生知道 她留在我这要开始 为了别人省强了鼻子酸酸的 我也睡了本来和柳如烟约 好今天去西湖 还有法喜四的 我早早就起来收拾 用心拨弄头发 比以往还要用心 正要出门柳如烟 的微信发了过来 导致临时有事 组里开会她来不了 让我自己玩一天 她明天再来陪我 虽然我也去可 以往这样的情况 太多我立马忍住情绪 打电话过去 想让她安心 顺便安慰一下 双休日还要干活的 她还是被挂断了 我只能发了微信过去 魂不守舍的 在房间等了两个多小时 才等到了她一句 原来这个字 这么常常到两个多小时里 她都没空发过来 突然就无奈笑了起来 内心缺一点点往 下沉杭州这么漂亮 我却困在酒店里 困到柳如烟来 她眼底有浅浅的青黑 看起来累积了进门抱 抱我就缩在沙发里 睡着了 她说今天会来找我 她不是来了吗 还有什么好介意的呢 她自然地挽着我的手 带着我乘车去酒店 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 我顺口问了柳如烟一句 你们都住着吗 柳如烟玩着手机 头都没抬 不在 我们酒店定在Z大附近 瞬间 一股气堵在胸口 我没再说话 直到拿了房卡进了房间 我才问她 那为什么不带我去那里呢 和他们凑一起干什么 柳如烟放下手中的水杯 眉头微皱 你来找我 不是吗 她的语气理直气壮 我竟然觉得她说的有点道理 完全忘记了我们之前 是因为什么冷战的 这件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掀过去了 柳如烟带我去吃了火锅 送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试图留下她 即使已经和好了 但我还是不安心 想证明些什么 可柳如烟居然拒绝了 还说什么导师可能晚上会找她 她导师是什么 工作狂吗 大晚上去她房间找她谈实验 我心里虽然有疑问 但没有质问 因为柳如烟吻了吻我的唇角 说 回去再说好吗 可是我一个人很想你 我抱住她 最后试图挽留 却还是被敷衍过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愿意待在这黑暗里 我忍不住胡思乱想 是不是那个男生在等她 还是不想让那个男生知道 她留在我这要开始为了别人省钱了 鼻子酸酸的 我也睡了 本来和柳如烟约好 今天去西湖和发喜四的 我早早起来收拾 用心拨弄头发 比以往还要用心 正要出门 柳如烟的微信发了过来 说临时有事 组里开会 她来不了 让我自己玩一天 她明天再来陪我 虽然委屈 但以往这样的情况太多 我立马忍住情绪 打电话过去想让她安心 顺便安慰一下双休日还要干活的她 却被挂断了 我只能发了微信过去 魂不守舍的在房间等了两个多小时 才等到了她 一句N 原来这个字这么长 长到两个多小时里她都没空发过来 突然就无奈笑了起来 内心却一点点往下沉 杭州这么美 我却困在酒店里 柳如烟进门时 我注意到她眼底有浅浅的清黑 看起来很累 她进门抱了抱我 就坐在沙发里睡着了 她说今天会来找我 她不是来了吗 还有什么好介意的呢 我安慰着自己 拿一条毯子想盖到她身上 却看到她打开的手机正巧从手中滑落 从来没有窥探过她隐私的我 这次有些忍不住了 鬼使神差地拿走了她的手机 打开微信 纪伯达和纪伯仪显然是弟妹 我点开了她的头像 看到昨天她和如烟的聊天记录时 我已经有点绷不住了 倒不是内容 而是时间 我给柳如烟发了那么一长串 是在早上九点 她临近十二点回了我一个下恩 而纪伯达十点多发了几个菜名 柳如烟秒回了一个恩 原来一样的字 也能叫人读出不一样的情绪 我忍不住又朝前翻了翻 纪伯达话不多 柳如烟也高冷 他们聊天内容没什么不同 唯独四年前 我刚和柳如烟在一起 三个月左右的样子 纪伯达问过她一个问题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把这三个字刺的眼睛生疼 我忍不住抬头看着熟睡中的柳如烟 原来真的不喜欢 可是不喜欢为什么要同意我的追求呢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我有些不太明白 呆呆地关掉手机 放回去 坐在一旁放空 或者说回忆 回忆那些被冷淡的过往 柳如烟醒来的时候 正巧看到我坐在一旁盯着她发呆 就微一笑说 看不够 已经缓过进来的我笑了笑 没说话 她起身捧着我的脸蛋搓了搓 简单洗漱下就带着我出去玩了 或许是心态变了 在发喜四球姻缘的时候 我并没有什么期待 也不觉得开心 就好像在走一个形式式的 这场感情快要结束了 我明白也痛苦 但无法阻止 清醒地让自己沉迷在这最后的错乱里 杭州下起了细雨 我是一个人乘飞机回去的 柳如烟要跟着她族里的同学和导师一起回 或许是要和纪博达一起回 但我好像已经懒到不愿意去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这都不重要了 和柳如烟之间的平静一直维持到一周后 我生日那天 请了十来个玩得好的朋友们一起吃饭 顺便去KTV 我一直是没什么仪式感的人 之前生日都像是平常的日子一样过去了 也可能是因为和柳如烟在一起的原因吧 知道她不会当回事 我也就假装自己不当回事 现在突然平静下来 索性就过了一次生日 兄弟葛红问我 女朋友怎么没来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柳如烟 没意外的她拒绝了 怎么了 我以为只是我不能见人 原来她也不行 不舒懒得来 我去做实验 晚上找你 柳如烟说完就挂了电话 听着里面的盲音 我笑了一下 葛红看到我笑 很兴奋地问我柳如烟是不是会来见 我摇头 她瞬间猛了 得知前因后果之后 她问我为什么要把柳如烟留着过年 你疯了吧 贺强你忘了你高中的时候 多转了认识你的人都恨不得抽你的那种 怎么现在要给渣女当舔狗啊 是吗我都快忘了 到了KTV以后 葛红还在全程给我洗脑 由于轻度酒精过敏 我并不怎么喝酒 也不知道是气氛使然 还是葛红太能说 我拿起桌上的酒杯就一口闷了 可能是酒撞耸人胆 也可能是过去的委屈和不满都被酒精催罚 我轻轻应了一声 好 傲分 葛红巴巴不停地嘴僵住 很快回神 那你现在就分 我愣了一下 拿起手机就准备出去 葛红突然又接了一句 阿强这么好 不该受这么多委屈 心里一暖 暖流直冲眼底 我低着头 没敢看他 跑了出去 平复心情以后 柳如烟接了我的电话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我生日 他居然都不挂电话了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那边沉默了仅仅一秒 就沉声道 发什么疯 你的东西 我晚上回去就帮你全部整理好 顺起来寄到学校 不要再见面了 我没理会他的嘲讽 挂断了电话 我以为自己决心和他分开的这一刻会很难过 没想到竟然是轻松 好像压在身上的担子被卸掉 整个人都轻飘了起来 但很快难以承受的疲倦就吸卷而来 和朋友们玩到十二点多才回去 也喝了不少酒 因为轻度酒精过敏 我并不会醉 只是整个人连肚皮都红了 头也隐隐作痛 开门的时候 看到柳如烟坐在沙发里看文献 我是有些猛的 眨了眨眼睛 喝多了 柳如烟放下文献就朝我这走 我扶住门口 抬手示意他别过来 说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些哽咽 不是分手了吗 认真的 柳如烟脸色略微冷了下来 凭我对他的态度和感情 这四年我有拿这种话闹过吗 一次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 如果提了 很有可能就会成真 所以为什么会觉得我不认真呢 我看着他无动于衷的模样 有些认不清 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喜欢了四年 喜欢的没有自尊 喜欢成了一个傻子 心里的刺痛感 驱散了酒精挥发 带给脑部的胀痛感 我整个人变得有点亢奋 说话也大声起来 还能是假的吗 四年的时光 你不烦我都烦了 为什么不分手 其实明明可以控诉他 有多么不把我当回事 有多么没有尽到一个女朋友 放弃的这一刻 谢斯迪里只会证明自己有多可怜 忍受了多少 都不如再说这样的话让我痛快 因为我会真的以为我烦了 是我不要他的 我再说一遍 我低头换了鞋没看他 表面上若无其事 手却抓紧了门框 再说多少遍都一样 果然回应我的是柳如烟的一声冷笑 他避开我走出去 连房门都懒得关 就好像一个匆匆的过客 我看了一眼亮灯的走廊 关上门开始默默整理他的东西 连毛巾这样的小物件 都给他放进箱子里 却也只不过放了大半箱 原来他在我生命中的痕迹这样少 就连我用的杯子都与他无关 将箱子放到门口 改了密码 清除了指纹 打扫了屋子的每个角落 他就好像再也没来过 天也蒙蒙亮了 我缩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眼泪在梦里悄悄地流着 这是最后一次了 和柳如烟分手半个月 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平静 也没有那些会席卷而来的 撕心裂肺的痛楚 不必再等着他的消息 不必为电话被他挂断而难受 不必为了他的每句话想东想西 离开他 比我想象中要快乐很多 我可以和同事朋友们吃夜宵 桌游到很晚才回家 不用担心错过柳如烟回家 还记得有一次 柳如烟忙项目 我们整整一个月都没什么联系 虽然又想他又委屈 我也不敢冒情绪 慢慢习惯之后 就和同事们一起玩 那天恰好还在外面吃饭 柳如烟破天荒地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我仍然记得当时自己手都有点抖 声音也抖 怎么了 我回来了 你不再就问我 我和同事在外面吃饭 我现在就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开心 只觉脑子热热的 不用了你玩吧 柳如烟打断了我的话 力所地挂了电话 可我还是和同事到了别 火急火燎地赶了回去 真的太想他了 好想见他 偏偏等待我的只有一屋子黑暗 他走了 多几分钟都没等我 说不出当时的自己是什么心情 无措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不过更让我无措的是 现在断连半个月 走得干净利落的柳如烟 就在我家门口 靠着墙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不想分手 柳如烟不像是求复合的 导向是谈要求的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 还挺让我震惊的 我真的完全没想到 他会想复合 我以为他和我分开 不会有任何遗憾 甚至应该很快 会和纪伯达修成正果 大概是出于困惑吧 我就问了出来 为什么 柳如烟现在倒是愿意 告诉我自己在想什么 而不像从前一样 什么也不说 闷在心里冷冰冰地 叫我想破头焦躁难安 和你分开的半个月 我很不开心 他垂着眼睛没有看我 看起来有些低落 可能他自己也没想明白 为什么会不开心 我盯着他瞧了一会 打开门 你只是不习惯 但你迟早会习惯的 别来了 是吗 我关门的时候 听到柳如烟低声反问了一句 不是 质疑的语气很淡 好像他自己也在思考问题的答案 靠在门上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跳动得并不剧烈 只有一丝丝可以忽略地疼 是这句话 我讲给自己听 也讲给回一听 时间再长一点 他对我而言就是陌生人 现在再也不要出现了 公司有去美国总部 学习一年的机会 我争取到了 和爸妈多通之后 就上了飞机 白云之上 所有被抛弃的自尊 丢掉的坚持 放弃的性格 我都找了回来 在美国的一年 因为没什么其他 要分心的东西 感觉除了工作生活 一片空白 我就只能全身心扑上去 慢慢在总部站稳了脚跟 学习交流时间结束 也成功留了下来 成为了项目部的副总监 公司和兰大一个 计算机实验室 有合作要谈 我便带着几个人 去了兰大 一堂和史密斯教授 见面的时候 他身边跟了一个学生 有点面熟 认出是当初 带我经历大的女生 那一瞬间 被埋藏的记忆蜂拥而来 我想到几波达 说的那句一般 忍不住偏头 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镜子 还是那张脸 但四年离我被磨去的 棱角又浮现 只是这一次 藏在了某底深处 原来一个人 真的可以脱胎换骨 我冲那个女生 友善地笑了笑 开始和史密斯教授 谈合作 教授是个爽快人 我们只谈了四十多分钟 就基本确定了 初步合作的意向 他让陆宁雪 带我们一行人 逛逛实验室 顺便逛逛安大 你是今年刚来读研的吗 我抬头看着陆宁雪 随便问了问他 相遇故知 还是给我善意的故人 不免觉得有些清静 陆宁雪点点头 不是 言而我记得你 那件事对他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他还能记得我 我有些吃惊 真的吗 你居然还记得 我问道 自我介绍一下 贺强 陆宁雪 陆宁雪笑了一下 因为蛋糕很好吃 而且你当时 好像急得团团转 所以印象比较深 原来那么明显吗 我以为我很淡定 我笑了笑 心里没在起伯来 都过去了 因为同事们都表示 想吃安大的食堂 陆宁雪征求过 大家的意见后 就带我们去了 安大的一家中式餐厅 环境很好 让我吃惊的是 陆宁雪明明是 在场最小的一个 却把大家都照顾得 无微不至 他把菜单 给每个人看了一遍之后 又加了几个特色菜 特别注意了大家的口味 他看到有人 有够不到的菜 会用公块 帮大家加到碗里 也会主动帮大家添饮料 观察到这一切的我 其实心里 是起了波澜的 他长得真的很高冷 一副不爱大理人的样子 可这一回 又让我想到 当初他的礼貌和体贴 分寸感掌握得极好 既帮助了别人 又不会让别人多想 随着合作的推进 我们整个项目组的人 都和史密斯教授 那边的几个人 熟络了起来 大概是因为有点缘分 又都是中国人 甚至连租的房子 都是一个小区 所以我和陆宁雪的关系 更为亲近 已经算是能交流 心事的好朋友 项目结束 大家一起喝酒 吃了庆功宴 我和陆宁雪 在繁华的街道上散步 往住处走 你没多久就要毕业了吧 回国还是留在这里 我替着石子随便问了问 随便倒无所谓 你呢 继续在这发展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不不 公司有调动 这次项目很成功 我说不准 可以申请回国升级调动 这样那我也回去吧 陆宁雪抬了抬下巴 事与我到了 我面不改色地 冲她摇了摇手道别 心跳却快了一点 谁都不能否认 陆宁雪的魅力 但是她到底 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什么叫也回去 不敢再多想 强迫自己不能恋爱了 好好搞钱 不要做一般的男人 这么自我催眠着 我便陷入了梦乡 很巧 我回国的时候 陆宁雪也毕业 我俩边又顺了个路 从美国顺到中国 甚至顺得她连住的地方 都在我家小区对面 陆宁雪这样的履历 到处有人抢 她直接选择了 国防相关的工作 十分机密 但朝九晚五 专车接送 非常幸福 陆宁雪生日的时候 我们正好在回来的飞机上 所以三天后 她补了一个生日聚会 约了她的几个好姐妹去聚会 都是谁打的 她的朋友都和她一样 性格直中待戏 很好相处 后半场喝酒 喝到一半 有个人突然说了句话 我一朋友今天生日 喊我都没去 谁知道她也在这玩 谁啊 喊过来就是了 拼一拼你们应该也认识 柳如烟比我们大一姐 是新店学院的 听到柳如烟的名字 我只是顿了顿 没有多余的表情 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她的生日 我还真给忘了 寿星行不行啊 陆宁雪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片头看我人再多点 介意吗 我心里叹了口气 所有人都看着我 还能说介意吗 没事 无所谓的 果然没多久 包厢门被打开 柳如烟那群人就这么进来了 将近两年没见 她一点都没别 身边站的人还是几拨打 显然柳如烟看到了我 她向来寡淡的脸上 出现了一些别的情绪 让人看不懂 但谋色翻涌的厉害 所有知情人都在粉饰太平 大家坐下喝酒玩游戏 大概是酒精上头了 抽到大冒险的我 居然被要求清一下陆明雪的脸 还没等我拒绝 一直安静的有个性的几拨大开口了 柳如烟我之前说错了 你前男友还是不一般厉害的 所有人闻言都看向她 然后慢慢把视线转到我和柳如烟之间 柳如烟皱眉低声道 够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她男朋友的时候 她随意 我被几博大羞辱成了她前男友 她反而维护起来 连几博大都舍得凶了 几博大这句话半代调侃意味 也不算多冒犯 如果我生气了 在酒桌上 可能就是我性格不好 放不开了 还不等我说话 陆明雪率先出来笑着解围 我追不到的男生当然厉害 虽然知道她只是体贴 但我真的会心跳变快 我红着脸偷偷瞄了她一眼 收回视线的时候和柳如烟对视 她看到了 她抿着唇 脸色看起来很差 我偏开了头没再看 轻描淡写带着嘲弄的语气 看向几博大 几博大你也蛮不一般的 上赶着当三还这么嚣张 你再说一遍 这次没有人拦着我 再说一万遍都可以 不过几博大显然很无赖 还没等我说点什么 便拿着酒杯就要泼我 被陆宁雪挡着身子拦住了 男生这样很没风度的 几博大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我长吐了一口气 对着陆宁雪的朋友 道了个歉就想离开 羞辱几博大真的很爽 也许我会忘记柳如烟的伤害 因为那是我自己就由自取 怪不得任何人 但几博大不一样 对她我真的一秒都没想过要人 陆宁雪也跟她姐妹打了个招呼 跟着我出来 道歉啊 跟我还道歉什么 陆宁雪笑了一下 都问你这不介意多点人 介意还憋着 几博大不发疯 我是真不介意 看出来了 挺好陆宁雪也喝了不少 我把她送回去就回家了 我在沙发上玩了会手机 正想洗澡门铃响了 透过猫眼一看 居然是柳如烟 我没想开门转头就要走 她却说了句 知道我在里面想聊聊 她想聊我 就得开门 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往房间走 总归等不到 她就会离开的柳如烟 向来不是会浪费时间的 人到我实在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出门 准备去上班的时候 看到柳如烟就坐在我家门 她睡得很浅 开门声立刻惊醒了 她柳如烟的腿 可能有点麻浮着 墙站起来 看着有几分可怜和落魄客强 她喊我 要上班了 我没理她准备走 耽误不了几分钟 可是我几分钟都不想为你耽误 怎么办我笑了一下 电梯门正好开了连忙进去 因为不想和她单独相处 我飞快地按上电梯门 谁知这人居然伸手来 被夹的眉头紧皱 看起来就同我心里默念了一句神经病 却没有多废话 也没有道歉柳如烟走近 来看了我一眼 微微捶着眼睫 似乎有点受伤 她大概需要花点时间消化一下 从前恨不得把她当成 女神的舔狗 现在里都不理她了 所以直到我开车走柳如烟 都没再和我搭话 我以为柳如烟搞明白 状况还需要很久 谁知道她适应能力 是真强 等我工作结束回来 她又站在门口了 明白这次不聊 就是没完没聊 我进去就没关门 柳如烟果然跟了进来进来 以后这人又跟个哑巴似的坐在沙发 上妆深沉什么也不说 其实我都懒得跟你聊 你要不想说就走吧 我得休息了 我没习惯柳如烟突然 抬头了 她静静地看着我 你说我只是不习惯 可是我一直没习惯 我再找你就找不到了 一直没找到 她声音偏低说得慢了 还有几分委屈的意味 藏在里面听的人 难闷又想笑 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把所有的话都问出去 可是比起让她后悔 我更想让她不甘心 这一刻她站在我面前 这副模样我才 知道我没办法释怀 那四年的伤害 等我找回自尊以后 我根本不能对那些冷漠释怀所 我只是撑着桌子 无所谓地问她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我了 挺好 陆宁雪也喝了不少 我把她送回去就回家了 我在沙发上玩了会手机 正想洗澡 门铃响了 透过猫眼一看 居然是柳如烟 我没想开门 转头就要走 她却说了句 知道我在里面想聊聊 她想聊我就得开门 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往房间走 总归等不到她就会离开的 柳如烟向来不是会浪费时间的人 但我实在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出门 准备去上班的时候 看到柳如烟就坐在我家门口 她睡得很浅 开门声立刻惊醒了她 柳如烟的腿可能有点麻 扶着墙站起来 看着有几分可怜和落魄 我喊我要上班了 我没理她 准备走 耽误不了几分钟 可是我几分钟都不想为你耽误 怎么办 我笑了一下 电梯门正好开了 连忙进去 因为不想和她单独相处 我飞快地按上电梯门 谁知这人居然伸手拦 被夹得眉头紧皱 看起来就疼 我心里默念了一句神经病 却没有多废话 也没有道歉 柳如烟走进来看了我一眼 微微垂着眼睫 似乎有点受伤 她大概需要花点时间消化一下 从前恨不得把她当成女神的舔狗 现在里都不理她了 所以直到我开车走 柳如烟都没再和我搭话 我以为柳如烟搞明白状况 还需要很久 谁知道她适应能力是真强 等我工作结束回来 她又站在门口了 明白这次不聊就是没完没了 我进去就没关门 柳如烟果然跟了进来 进来以后 这人又跟个哑巴似的 坐在沙发上装深沉 什么也不说 其实我都懒得跟你聊 你要不想说就走吧 我得休息了 我没好气地说 我没习惯 柳如烟突然抬头了 她静静地看着我 你说我只是不习惯 可是我一直没习惯 我在找你就找不到了 一直没找到 她声音偏低 说得慢了 还有几分委屈的意味藏在里面 听的人那么又想笑 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把所有的话都问出去 可是比起让她后悔 我更想让她不甘心 这一刻她站在我面前这副模样 我才知道 我没办法释怀那四年的伤害 等我找回自尊以后 我根本不能对那些冷漠释怀 所以我只是撑着桌子 无所谓地问她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我了 柳如烟垂下眼睛是突然吗 是水滴石头都要穿这样才放弃的呀 你不是也喜欢几波达吗 难道我 变心还能比你早干嘛 觉得我对不起你 我只是不喜欢你了 总比你一情别恋好点了 很久以前和你 在一起之前的是 后来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柳如烟 唇色有些发白 不知道是被我戳破了事实还是 难受我说不喜欢 她总之可笑的要死 不想再听那些恶心人的过去 我重没示意她离开柳如烟却在 我转身的时候 拽住了我的手腕 再试一次好不好 以前喜欢以后 也会在她修长的手指扣到我的 手腕上我才知道 我讨厌她到了被碰到 都会反胃的地步猛地甩开 她往后退了一大步滚开 别碰我 别恶心 我也许恶心两个字 真的刺痛了柳如烟 她眼睛红了几倍 也微微弯曲了一点 像在忍耐着 什么柳如烟 一直是一个很能忍的人 到这个地步 她还是绷住了情绪 只低声哀求式的贺强 别这样 对我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心里莫名出现一种舒坦的感觉 这时候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是有些恨她的 也恨自己 无法原谅那段过去 无法原谅那个卑微的失去 自我的自己 也无法原谅 明明不喜欢全 还要和我在一起 给我希望 又给我冷漠的她 如果她拒绝我 我们就不会有交集 我也不会有痛苦 如果她早点告诉我 我也会及时止损 而不是一次次欺骗自己 她喜欢我柳如烟 我就是恨你恨 明明不爱我 还要答应我恨你的冷漠 恨你喜欢别人 我在美国每天都会梦到你 梦到你怎么挂我 电话怎么伤害我 怎么敷衍我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 从我的世界消失吧 而不是这样自私 的企图安慰自己 好我捶着头低声 答应了她不要骗我 柳如烟似乎没想到 我会答应整个人愣在 原地然后笑了起来 开心地像个孩子 手足无措想靠近我又 退后了半步 你先回去吧 不早了我要休息了 柳如烟垂下眼睛 是突然吗 是水滴石头 都要穿这样才放弃的呀 你不是也喜欢几博达吗 难道我变心 还能比你早干嘛 觉得我对不起你 我只是不喜欢你了 总比你一亲别恋好点吧 不喜欢她 总之可笑的要死 不想再听那些恶心人的过去 我皱眉示意她离开 柳如烟却在我转身的时候 拽住了我的手腕 再试一次好不好 以前喜欢 以后也会再 她修长的手指 扣在我的手腕上 我才知道 我讨厌她到了 被碰到都会反胃的地步 我猛地甩开她 往后退了一大步 滚开别碰我 别恶心我 也许恶心两个字 真的刺痛了柳如烟 她眼睛红了 脊背也微微弯曲了一点 像在忍耐着什么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心里莫名出现一种舒坦的感觉 这时候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是有些恨她的 也恨自己 无法原谅那段过去 无法原谅那个 卑微地失去自我的自己 也无法原谅 明明不喜欢 却还要和我在一起 给我希望又给我冷漠的她 如果她拒绝我 我们就不会有交集 我也不会有痛苦 如果她早点告诉我 我也会及时止损 而不是一次次欺骗自己 她喜欢我 柳如烟 我就是恨你 恨你明明不爱我 还要答应我 恨你的冷漠 恨你喜欢别人 我在美国每天都会梦到你 梦到你怎么挂我电话 怎么伤害我 怎么敷衍我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 把情绪崩到极点 勉强挤出两滴眼泪 柳如烟脸色惨白 薄唇紧敏 既震惊又悔恨 对不起阿强 我没有 我没这么对你 我可以弥补 我可以改的 听她这么说 我心里一阵冷笑 如果真觉得自己对不起我 应该快点从我的世界消失吧 而不是这样自私地企图安慰自己 我垂着头 低声答应了她 不要骗我 柳如烟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 整个人愣在原地 然后笑了起来 开心地向着孩子 手足无措 想靠近我又退后了半步 你先回去吧 不早了 我要休息了 那天以后 柳如烟如她所说一般弥补我 嘘寒问暖 时不时地送吃的和礼物 短短一个月 送我的东西比过去四年多 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她打来了一个电话 我跟往常一样挂断 她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 都被挂断 翻了一下微信 发现她下午的时候 说自己生病了 在医院挂水 问我能不能去看看 你在谈项目呢 你找你同学陪你吧 我把这句话发过去之后 就扔开手机去阳台晾衣服 没想到却看到 楼下站了一个身影 看起来似乎是柳如烟 我家亮着灯 她站在楼下看我晾衣服 跟当初她骗我是不是一样的 假装没看到 她晾好后又回去 微信弹出一条消息 好少喝酒 柳如烟消失了两天之后 索性出现在了我公司楼下 前台打电话来 说有个自称我女朋友的女士来找我 什么女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神经病一个 跟她说我不在 挂了前台电话之后没多久 陆灵雪就约我出去吃饭 我看也快到饭点了 索性就答应 下楼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了坐在角落的柳如烟 但还是假装没看到 反正她会忍着的 可以前的我一样又不一样 我从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 她是自以为的赎罪者 到了约定的餐厅以后 陆灵雪已经到了 最近都没声音了 谈恋爱去了 我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 等听我说完这一切之后 陆灵雪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脑子没坏啊 我知道我不应该跟柳如烟再纠缠 哪怕是报复也不应该 可有一句话我没骗 柳如烟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真的经常梦到她 全是噩梦 那些过去已经成了十分深刻的伤疤 我想治愈她们 我和她都有错 我没想全部怪她 是她非要缠着我 让过去的一切全部又摊在我眼前了 杜灵雪 你没被人那样不当回事 你不会懂的 说完这句话 我就告诉她 我想去趟卫生间 便匆匆离开 去洗了把脸 出来的时候 柳如烟就抱凶站在我面前 神色寡淡 语调略带嘲讽 贺总谈项目就是十一点半从公司出发 和老熟人轻轻握握 我扔掉手上的纸巾 破罐子破摔 用她惯用的话回她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贺强 你已经答应和我复合了 我愿意弥补你 对你好 你还想怎么样 柳如烟上前一步抓住我的手腕 眼眶有些红 我毫不留情推开她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我有和任何人承认过吗 我有对你说过任何让你误解的话吗 别在公共场合闹了 多丢人 大概是看我离开太久 陆宁雪走了过来隔开我和柳如烟 说道 阿强是我男朋友 好不好 柳如烟听到这句话 脸色完全黑了下来 客强 你真行 看她这副卑绿的模样 我就觉得可笑 我面无表情地绕开她 打算离开 柳如烟可能没想到我连一句解释都不给 她薄唇底的痕紧 最终像是受到了什么耻辱般 开口 答应了 还不等我说话 陆宁雪就先开了口 学姐 我知道你很优秀 但是我也不差呀 你别担心了 我爸妈 姐妹 同学 同事 导师全都给我出主意 帮忙追到她 我会好好爱她的 我第一次知道陆宁雪这么会阴阳人 她用她自己的方式 帮我讽刺了柳如烟 哦对了 我之前读书的时候 实验室也没早恋 大学也忙 没心思谈恋爱 还没白月光 陆宁雪看着脸色煞白的柳如烟 又补了一句 之前一直追不到她 实在是因为她太有钱了 TW公司副总 家里又有矿 一直怀疑我图她钱 我真的很累 姐姐别给我添堵了 听她这么说 我实在没忍住 扑斥笑了出来 拍了一下她的手臂 陆宁雪会搞笑 这件事一直不是个秘密 但是在这种时候 搞笑好像杀伤力更大 柳如烟的手紧紧握拳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看向我 戴着祈求和可怜 我拽了拽陆宁雪的袖子 没有再多看柳如烟一眼 走了回去 别搞笑了 只让我以后不要为了人渣浪费宝贵的赚钱时间 她说的很有道理 这些都该过去了 柳如烟没再出现在我面前过 只是我收到一条被我立马拉黑的短信 对不起 我之前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喜欢一个人 我觉得她对我最大的善意 应该是再也不打扰 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心理找解脱 而跑来道歉 她那么聪明 应该知道我最不需要的就是道歉 听说几伯达和柳如烟吵了一架 几伯达等了柳如烟好多年 也没等到结果 他们吵了一架 她第二天就和别人谈起了恋爱 这就是有个性的男生 找备胎都这么光明正大不带遮掩的 不过我还挺意外柳如烟会吵架的 所以说纪伯达才是她的真爱啊 说不准最后兜兜转转她俩还得在一起 我只是柳如烟舍不得的一个忠心耿耿的舔狗执念 和小小的愧疚罢了 毕竟柳如烟骗得了自己 骗不了我 我可是亲耳听到那句配得众人起哄的那三十秒 柳如烟难道不觉得 自己从前喜欢的男神 才是最配她的那个吗 那怎么会是场面话 杭州那天 她先秒回纪伯达的微信 又在乎烟知她即使不喜欢了 又对纪伯达连半点温柔都没有了吗 渣女好像总爱把自己塑造的痴情不归 伟大专一 给自己的不爱找借口 说不懂爱 怎么会不懂 分明是不想走 公司放年假 解决完这段烦人又熬人的过去之后 我完全轻松了 下课索性偷偷收拾行李 一个人跑去冰岛看激光 去看了世界的山川湖泊 星河平原 爱恨就很难继续营绕心头了 做一个开阔地活着的人 会幸福一辈子 在绚烂的激光下 陆宁雪给我打来了电话 偷偷跑去冰岛玩 不喊我 你又不放假 请个假陪好朋友看激光怎么了 好朋友是好朋友 也很好 我笑着告诉她 下次 陆宁雪轻笑了一声 我的心莫名提到嗓子眼 回过身 一个熟悉身影真的背着包站在激光下 那一瞬间 我好像明白了